各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冰咖啡 欢迎来到从菜鸟到大神 编曲30天速成教程 在前面的教程里面 我们向大家着重介绍了乐器法 从电声乐队到管弦乐器 到合成乐器 到一些特色的音色乐器 我们都着一做了讲解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教程 是我们教程的第27天 也就是倒数第4天 在这一天里面 我们向大家着重讲的是配器法 其实配器法这个名词 它主要来源于我们的管弦乐队 在古典音乐或者传统的作曲学里面 我们会学和声、腹调、曲式、配器 其中的配器法 就是着重指的管弦乐队配器法 它研究的是管弦乐队的每一个乐器 以及乐器跟乐器之间 怎么样进行调配 怎么样进行写作 比方说高音放什么 中音放什么 低音放什么 然后各个乐器怎么样重叠使用 伴奏用什么 主旋律用什么 怎么样写等等 研究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编曲教程里面 同样会研究配器法 但是这个配器法的内容 跟管弦乐队配器法的内容 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就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第27天里面的配器法 所要研究的是什么 在学配器法之前 大家必须把前面教程里面 讲过的乐器法 就是若干乐器的写作 以及MIDI制作 一定要弄懂 如果前面没有弄懂 那么后面学习配器法 做练习的时候 就会感到力不从心 所以配器法 它的先修课程是乐器法 我们学管弦乐队配器法 也是一样的 管弦乐队配器法 它的先修课程 是管弦乐的乐器法 也就是说比方说长笛 长笛的构造是什么 长笛是什么样子 长笛的音域有哪些 音区有哪些 长笛什么地方发音最好 高音区什么特点 中音区什么特点 长笛一般怎么写等等 这些属于乐器法 在配器法里面 我们着重的会 向大家讲这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编曲的层次结构 层次 就是说编曲它是有层次的 第二会讲编曲的音色结构 其中这个音色结构 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编曲 其实就是跟音色打交道 第三就是编曲的肢体结构 管弦乐配器法里面 也会研究这样的一个肢体结构 下面就是我们的三种配器法 一个叫单一性配器 一个叫基础性配器 一个叫拓展性配器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编曲的层次结构 编曲的层次结构 其实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音乐作曲的一个层次结构 它最基本的分为这三层 一个叫做低音层 一个叫旋律层 一个叫和声层 这个可能大家来前面讲过和声 讲过肢体 已经向大家解释过了 这三个是最基本的 而且每一个层都有相应的乐器 比方说低音层 低音层有什么 有被丝 电被丝 对吧 有大提琴 低音提琴 甚至一些合成类的音色 也可以作为低音 旋律层 这太多了 钢琴 长笛 双黄管 吉他 都可以做旋律 对吧 和声层 钢琴 电钢琴 弦乐 合成pad 都可以做和声层 好 这三层呢 有的时候呢 在配器里面 编曲里面 是全部出现的 就是说三层 一个都不少 但是有的时候呢 它没有低音 或者没有旋律 或者没有和声 还有的旋律呢 还有的时候呢 它把两个层次都省掉了 只留一个层次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最极端的情况 就是只有一个层次 有同学说 老师只有一个层次 这个怎么叫编曲啊 其实这种说法呢 一般是用在歌曲的 最前面的这个续奏 续部分 也就是说 在续部分 三层可以任意省略 某一个 或者某两个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样呢 可以把音乐 可以很好的引出来 下面呢 我们就听一下 首先听第一个 只有低音层 它是个什么情况 相应的音频文件呢 在我们的文件夹里面 好 后面我们就不听了 刚才听的前面 大家一定可以看得出来 只有一个打击乐 而且带有点拉丁色彩 接着呢 是在这个背景上面 有一个电贝斯 在做这个低音 只有一个低音层 其他都是没有的 这首歌曲呢 就是张学游的 《夕阳醉》了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 只有旋律层的情况 好 后面我们也不听了 这个呢 也是续奏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前面只有一个钢琴 在高音区来做一个旋律 并且我们可以发现 刚才这个低音层 跟这个旋律层 其实低音的材料 跟旋律的材料 都有点loop的这样一个性格 也就是可以循环的 包括这个旋律层 它也是个循环 重复 的第一句 第二句还是 都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 只有和声层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太普遍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比较长 从一开始呢 是很低的声音 然后慢慢到后面 把和声层给引出来 我们就会有很多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后面我们就不听了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从一开始到刚才这一段 全部是打击乐和和声 并且和声其实就是个lope 所以比较简单 这是我们讲的最极端的情况 但是通常情况下 这三层里面会有两层 或者三层全部有 好 下面就是练习 请使用单一的低音层 或者旋律层或者和声层 写作歌曲的最前面的续奏 要注意它要符合lope的 这样的一个性格 大家可以自己写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循环的 那么具体怎么写呢 其实低音层一般就是 一段低音的旋律 旋律层也是旋律 和声层其实就是和声lope 这个比较简单 1645等等 2516等等都可以 包括这个低音层 你也可以走这个根音 走2516或者1645这样的根音 把这个低音层的lope给做出来 好 下面我们讲一下 除了刚才讲的低音层 旋律层和声层 这个是从肢体上面分的 下面我们从乐器上面来分 可以分为这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层次 就是主角是什么呢 旋律 无论什么时候 古典音乐也好 流行音乐也好 它的主角永远都是旋律 尤其是中国的音乐 它是以旋律建造的 以旋律为特色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西方音乐里面 它这个各个作曲家 写的作品非常多 但是流传的最广泛的 还是那些旋律非常鲜明 很优美的 很好听的那些乐曲 这个肯定是 从古到现在到未来 也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编曲永远是 旋律放在第一位 好 这是主角 第二主角 和声中的旋律 假如你没有主旋律的话 这时候怎么办呢 没有主旋律 那么和声中蕴藏的旋律 就被放到第二主角的位置 听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 和声中的旋律 我们前面讲过 注式和弦 只是最简单的一种 你写出来 这是个菜鸟写的 你要把注式和弦 带一点旋律 比方说1357对吧 135 你写个135 然后上面再写个1 那么这个1可以运动到7 那么1到7 这不就是个隐藏的旋律吗 或者1到2 13572 1到2也是个旋律 然后123 这个也是个旋律 等等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第三点就是背景层 背景层 其实就是和声层 跟低音层 跟打击乐 我们打击乐 也把它放进背景层里面 为什么呢 虽然有的时候 打击乐 可以单独的 把它拿出来 作为一段 但是呢 更多的时候 打击乐还是作为背景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听的时候 不会注意到这个打击乐 但是如果把打击乐 拿掉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这就是背景 同样低音层也是一样 和声层也是一样 好 这个是背景层 下面最后一个前景层 前景层呢 就是副旋律 副旋律怎么写 用副调来写 还有副调化 阴形化的和声层 什么叫副调化 阴形化 参见我们讲菊花台的 弦乐的写法 那个就是阴形化的 一个和声层 好 这四个部分 是从乐器 上面来讲 编曲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结构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分析一下 有个例子 09扶桑少女的这个前奏 音频呢 在文件夹里面 大家可以听一下 分析的时候呢 是听他的前奏 听的时候呢 要注意 和声这些具体的细节 就不用拐了 着重把着眼点 放在配器上面 注意我们这讲 讲的是配器 好 然后呢 写出他的编曲的层次的结构 下面呢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 好 这个呢 就是前奏 然后呢 大家可以把他的编曲层次写一下 暂停一会儿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答案呢 给公布一下 这首扶桑少女 他的层次呢 是非常清晰的 首先 主角是长笛 无可非议的 长笛 他做出的是一段 带有一点日本风格的 这样的一个旋律 第二主角 是没有的 背景层 有pad 当然这个pad 听得很不清楚 因为呢 这个pad跟电钢琴 揉杂在一起 电钢琴应该听得很清楚 在每一个重排 你会听见啪的这样一声 啪的杂和弦的这个声音 其实它是注视和弦 但是在弱排呢 它会做 登登登登 这样的一个风解和弦 所以它是注视和弦 加风解和弦 midi快什么样子呢 midi快就是这样 这是重排 然后呢 在弱排上面有风解和弦 这是注视和弦 这是风解和弦 这是电钢琴的写法 而pad呢 很简单 就是拖的一个长音 注意 这地方呢 注视和弦 加风解和弦 是在整个乐队的 配器的中低音区 中低音区 所以音区也要注意好 还有就是打击乐 这个沙灵 这个很亮的 这个沙灵的这个声音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在每个重排有 然后前景层是什么呢 是加了回音效果器的竖琴 也就是最高音的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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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这是加了回音效果器的 一个竖琴音色 它是音形化的风解和弦 一般风解和弦 我们这是哒哒哒哒哒哒 但是这里呢 是从高音区开始的哒哒哒哒哒哒 而且不单纯是风解和弦 它加了和弦外音的 注意音区是在高音区 所以它听得非常清楚 好 大家可以结合这四点 再把这个例子的给听一下 我这里就不再听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注意事项 第一点就是 无论是哪一个层次 都要求听觉上面不能打架 像刚才那个扶桑少女 每一个声部都听得非常清楚 那么听觉上面不能打架 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到不打架呢 其实只要做到下面四点就可以 第一点 关于这个主角 主角呢 一般是可以用任意的音色 就是奏旋律啊 什么音色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 选择好一个乐器以后 它的音区也要恰当 比方说刚才 我选的是长笛 这个音乐里面用的是长笛 那么长笛的话 你就不能用它的中低音区 否则在编曲里面听不见了 必须用中高音区 尤其是高音区 所以长笛呢 在扶桑少女里面 是在高音区奏的 而且这个例子呢 你就不能主角选电钢琴 因为电钢琴已经用来 当做背景层的和声了 所以呢 就不适宜再当做主旋律来奏 所以呢 要用一个具有东方风格的 因此呢 长笛是可以的 这个呢 是主角 第二主角 音色上面跟主角要有所不同 那么如果主角选长笛 那里的第二主角就不能选长笛 你可以选个双黄管 或者选弦乐 都可以 而且呢 还要注意 如果你的主角是长笛 长笛的音是有延长的 那里的第二主角最好就不要选钢琴 因为钢琴的衰减很厉害 音砸下去很快就没了 因此你的第二主角最好也选具有延长音的 比方说双黄管 而且长笛跟双黄管同样属于木管乐器 融合性非常好 所以呢 我们选乐器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些东西 还要注意 写作上面节拍上要错开 不能这个长笛揍什么 双黄管就揍什么 同步 这样不行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走路啊 同手同脚是很难看的 所以呢 要左手在前 那么这个右脚呢 就要跨出去 左右左右这样分开 我们写作也是同样的 节拍上面要错开 第三点是背景层 背景层千万不要选太突出的音色 像刚才这个例子 背景层我们用的是柔和的电钢琴 没有太突出 pad也是很柔和的 也没有太突出 如果你选什么铜管啊 什么圆号还行 如果你选小号 或者一些很带高频的pad的音色 那么这个音色就太突出了 就不好听了 一般这个背景层呢 选择的是中低音区 因为呢不太突出 高音区呢 可能就会跟旋律主角打架 但是前景层就要注意了 前景层要选突出的音色和音区 我们这里选择的是 带有回音效果的竖琴 音色很突出 而且音区选的是高音区 所以呢 这个音区听得非常清楚 因为整个伴奏都是在中低音区的 高音区被空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在高音区加入一个 就听得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动态要大 我们这个风节和弦 哒哒哒哒哒 这个动态就非常大 跟背景的区分度 要做得比较好 好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 关于配器的 这一些方面的注意事项 最后呢 就是练习 请大家使用2516的和声 创作八个小节的编曲段落 其实就是2516四个小节 再加一个2516 来两次loop 要求使用恰当的编曲层次结构 刚才讲的主角 第二主角背景层前景层 可以省略一个 或者省略两个 都是可以的 并不要求每一个都有 当然 大家做练习的时候呢 最好把四个都加进去 这样呢 可以练习到每一个层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